台股台股 大家好,歡迎收看 今天台股台股台股一样持续性 又是再度的创下近期 快接近一年以来的一个新低 今天指数收盘 收到今天最低点 指数重挫高达273点 相对我想与今天台股 一样从这个当时前波 创这个反弹新高 16811点后续 也形成这个连续的一个压回 那这一趟连续压回 其实我们就是说 透过很多的一个面向来做观察 就是说 以这个台股大盘 其实都已经相当相当 接近你这个底部的一个位置点 那尤其就是说今天大跌273点 那相对我想我们去检视一下 这个三大法人的一个动态 包括像外资今天也不够 杀了这个85亿 砍了这个85亿 四云三砍了22亿 那投信站在一个买帮 小买这个4亿 那所以说等于说今天整体来看 这个台就是说 以这个三大法人也不够 卖了大概100多100亿出头 那以往就是说 各位你去做观察 大概外资砍多少 外资砍个100亿 大概再跌100点 砍个200亿就是跌200点 那相对我想以今天 外资充息量也不够砍了85亿 那指数居然重挫高达273点 那我想以今天这个整体这个盘面当中 我想最重最重的一个沙盘的重心 大概是落在两个族群 第一个族群是针对相关航运的一些个股 我想整体航运类股 今天这个拉回的弧度 全部类股来看平均拉回7%多 整个一个族群类股 那第二个族群就是针对 高融资的这些相关的一些 IC设计的一些族群个股 尤其说这些融资这个使用率 动辄都是高达30几% 甚至5-60%都有 就是说针对这些融资使用率很高的族群个股 我想在今天这个盘式做一个重挫 创低 那等于说大跌这个273天 我想最主要最主要的一个重点 还是在做一个所谓的一个叫沙融资 那毕竟我们在刚节目一开始 我们为什么跟各位讲 其实就以大盘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已经很多的一个迹象 都已经符合这个接近 这个叫低档底部了 为什么 因为毕竟今天就是说 一些相关的一些 就是说权重性的一些指标个股 不管是说像2330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今天跌了 盘中跌了6块钱 到收盘 收盘收在这个498块钱 比如说到收盘跌了3块钱 他还收链到那个跌股 大概收链一半 那甚至在这个礼拜 即将做一个除息的 不管是说像2303的像联电 2454像联巴科 这两档标的 今天台股大盘重挫 这两档标的 包括联电包括联巴科 全部都是收红 全部都是收涨 那甚至包括像古王 6415的像 西利 西利今天收盘是大涨 这个44块 起44块 那甚至包括就是说 以联动台股 影响性最大的 美国的科技类股 那美国科技类股 像NASDAQ指数 在今天这个盘中 盘中 这个盘后盘 美股盘后盘的NASDAQ指数 它是在当下 就是说我们在今天盘中的时候 大概NASDAQ指数 这个盘后盘涨了 大概只要0.6% 那所以说我想各位 你就不妨自己去做个好好思考 就是说 以这些具有权重性 我想是代表了一个重点 就是说 以包括像台积电 连电连巴科 西利甚至不知道像 NASDAQ指数的一个相对的一个表现 我想这个都是充分 显示这个叫主力 就是说一些市场大户 它的一个操作面的一个心态 权重个股 都没有再做个 做个继续跌 那问题我想 今天 这个杀 这个不管像航运 杀这个像IC设计 我想这个所谓合适 当然的话 各位你就不妨把你自己当作你也是主力 那你是主力的一个结果 以现阶段这些融资 高使用率的这些个股 就是说 你不把它杀出来 透过一个叫杀盘 把这些筹码 去做让洗出来 那当然的话 这是一个很主力 很惯用的一个手法 就是说 先做一个 重挫 把它杀下去 那杀下去形成一个 很迅速的一个拉回 那这个拉回 当然会把一些相关融资 散户的一个筹码 去做大幅度的清晰 那所以说我想 以今天这个盘面 为什么我们刚刚跟各位做分享 权重个股 这个指标性这些个股 今天并没有跌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 各位你不想看一下 就是说 以到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五 上个礼拜五 这个融资余额 短短三天 砍了快接近100亿 砍掉100亿 我想今天台股 继续重挫 收缓收最低 跌了快接近300点 融资今天是势必 又是形成一个叫大幅度的砍出 那大幅度砍出 这代表就是说 这个这个 这个符额 大幅度清洗 我想就是说 等到这个符额清洗掉 这个所谓的一个叫融资断头 追脚令都已经看到 那个当下 缓了 就是这个盘 即将 要形成一个叫强坛的一个时机点 那另外包括就是说 以这个接触点 其实大盘从这个当时 创立的新高 拉回来 到今天这个创低 总共是跌掉3252点 拉回的百分比是这个17.5% 跌掉17.5% 还不到两成 跌掉17.5% 那重点各位 你看一下这个融资余额 融资余额 从这个当时 1月5号 创立的新高那时候 2843亿 到上个礼拜五 剩下2316亿 等于说 这段期间 从创高之后拉回 融资已经清洗出 527亿 那这个融资 它那个减弧 已经减到18.5% 18.5% 大盘的拉回弧度 是17.5% 融资已经砍了18.5% 等于说 融资减掉的这个弧度 已经比大盘拉回弧度 更要大 更大 那代表这个盘 就是说 这个是即将又要见到一个 这个是所谓的低档的一个买点 低档的一个买点 又即将做一个弧线 这就融资的这个角度来看 融资已经砍出去 18.5% 那大盘 拉回17.5% 融资减幅已经高过 这个叫大盘拉回的弧度 那另外我们就是说 我们在进行 针对这个大盘的一个观察 我们不断跟各位强调 就是说 你可以去密切观察 这个像 这个月线乖离率的一个变化 那月线乖离率 我想各位你可以看一下 今天大盘重做273点 月线乖离率又已经来到 负了5.41 那我们在以往都有跟各位 分享 通常这个大盘 它的高低点 我想这是融资 月线乖离率 这个蛮具有这个 看参考性的一个指标 就是说 通常大盘只要说 大以正2.5以上 或者是说 户了2.5以下 通常就会是 那个阶段点 台股大盘的一个 相对的一个高低党区 高低党区 所以说 现在已经户到5.41 这个已经原来 低于这个户了2.5 这个都已经形成 叫户乖离过大 户乖离过大 就距离月线的一个 弧度已经拉太大 随时都会形成 一个记录性的一个本坛 那再加上就是说 你可以透过这叫 指标的一个背离 这个就是说 在当时 从这个 当时创高那时候 拉回之后 那个时间点的一个 在3月8号 月线乖离率是 负了6.1 那3月8号指数 16700多点 后续到5月12号 股价创低 股价创低 问题 负乖离是 负了5.9 本来是负6.1 变负了5.9 到今天 股价继续创低 继续创低 那问题指标 这个低点 已经越提越高 股价一直创低 那问题指标一直拉高 代表就是说 以现阶段 就这个 乖离率这个指标来看 它已经形成 一个叫打底背影 那所以说我想 我们就基于这些因素 不管是说 指标性的这个权重个股 融资减的弧度 乖离率过大 甚至像乖离率 已经形成 这个打底背影的一些迹象来看 我想这个盘 随时都会见到一个叫底部 那底部的话 你要去做买进 适合做一个低阶 低阶一样老化一句 我们就希望各位 还是要好好针对一些 买就买这种叫真正多头个股 月线站上去 月线趋势还是 我也是往上的一些想法 那毕竟我想我们在上个礼拜一 也特别针对族群 就是针对相关的这些生计防疫的这个族群 因为生计 毕竟不管景气好不好 不管这个通货膨胀力高不高 人都还是会生病 那人会生病的话 这些相关生计个股 反而是在这个高通膨状况之下 是一个很标准很标准 资金的一个避风港 那资金避风港的话 我们从上个礼拜一就提示各位 那我们在上个礼拜也陆陆续续 有针对一些生息的一些个股 也请各位去留意做到这样布局 那近期我想特别重点一点 今天权重个股没有在杀 缓在杀 包括像航运跟这个 很多很多的IC设计这些个股 那当然最大最大的问题点 还是出在这个所谓的叫高融资 包括今天像IC设计像点序 点序今天大概快决定要跌停 跌了9.8% 股价创低 那各位你看它的融资使用率 48.87 快接近50%的融资的使用率 就是做杀融资 那目前股价重挫 创低 问题是一点点都还没有 是所谓叫底部出大量 底部爆量的一些问题 这个跌势都还没有结束 跌势都还没有结束 当时在高档出大量 低档 低一些的买盘 到目前都还没有看到 没有低一些的一个 底部出大量才是好事 底部出大量才是好事 那现阶段融资使用率过高 今天重挫 快接近跌停 之前我们带各位出锅一趟 现在这个180块 卖掉了这个像金虹 这个波段 今天一样大跌8.5% 跌了8.5% 今天是创低 那问题还没有去创前步新低 就是这份拉回的低点 融资使用率高达46.76% 一样都是高融资 就是说近期 我想这些高融资的这些个股 还是要请各位 密切去留意 如果手中还持有这些个股 请各位务必 还是要去做让避开 就算大盘已经开始要坦了 我想这些高融资的这些个股 就主力的一个 它那个角度来看 它无论如何 先把你杀出去洗出去之后 它要拉才会做一个拉抬 所以说 高融资的这些个股 一样请各位 特别特别 只要说超过30% 融资使用率超过三成以上这些个股 一样请各位特别留意 敦钛 跌跌不修 整个驱动IC 这些个股 几乎 都是涨没份 跌都是有份 基本面好不好 非常好 那问题是说那是过去式 过去很好 不代表未来很好 那相对像敦钛 天狱这些个股 都还在全面性做着创敌 全面创敌 今天收盘跌了8%多 融资使用率都还有33.6% 敦钛 艾普今天跌了8% 像8%又快几乎破底 那现阶段我想 融资使用率有32.2% 一样都是高融资 汽车相关领主线 6235的像滑虎 融资使用率到目前还有44% 都远远超过30%以上 目前还在头部 头部区 我想这个有持股的人 你要特别特别去留意 都还在位在高位 这些一样后续融资断头 多沙多出隆的当下 就会形成一较多沙多的态势 滑虎 电动车相关 耿鼎今天打到跌停 融资到目前也超过30%以上 位阶还在高位阶 这种个股要请各位特别特别留意 要高卖要高卖 金鱼今天一样打到跌停 这近期股价都创高 高档出大量 绝对都不是好事 现阶段融资 使用率还有高达36% 一样请各位特别留意 九阳做螺丝的 一样融资使用率是37.3% 股价创低 今天一样跌了8% 全面性一直破底 所以我想针对这种高融资 这个个股一样请各位特别留意 那毕竟我们在上个礼拜 礼拜一我们特别针对就是说 我们在6月13号在盘装9.57分 预告各位 高通膨我想你都可以把资金 往一些生技防疫的 个股去做移动 尤其是生技新药 新药的部分 包括像北极星 丁那一百我想大盘一样天天跌 大盘已经连续跌了快两个礼拜 北极星 连续两根涨停 月线已经站上去 月线现在105 这代表就是说 这是多头架构的个股 那北极星今天有压回 压回3块钱 我想强多个股的一个标准操作动作 就是请各位拉回找买点 拉回找买点 只适用你这个多头个股 合一 港款 月线的人站上 我想这是满低位阶 满底部的一档个股 今天工高 因为创高之后 收盘是压回4块半 那问题是说 这是碰到这个下弯的 这个半年线的压力 压力做折返很正常 那问题他已经恢复多头 月线站上去 这个你都可以把握趁拉回的买进 那合一我们在上个礼拜四有分享 各位买点产生在179 我们在上个礼拜四的盘中 10点55分我们分享 各位买点已经出来了 你都可以去做买进 礼拜四涨了11块半 礼拜五继续又涨2块 今天压回4块半 这个价值大概还有10块钱左右 一样 买点需要我们产生我们做买 静待卖讯产生在做卖 中天买点在57.8 一样 我们在上个礼拜四相关分享 上个礼拜四涨了快千半跟停板 礼拜五继续涨 今天压回 那等于说多方力道在做地检 没有关系 我想你就静待卖讯产生 你在做卖的一个动作就OK 像升线 像新鸟的像智勤 这最上面一条半年线的压力刚好碰到 碰到今天收盘是小涨1块半 那问题我想 以这档标的一样 碰到压力 钝叻 这很正常 后续再压回 我讲这个后续再累积能量之后 这都站上月线 都已经恢复多头了一档个股 一样留意这个拉回 留意做买进 升纳科做低轨卖卫星 我想这两标的到目前为止 月线在159块半 已经全面性站上去 那现阶段 六条均线全部都收复 我想这代表就是 在低位阶 又已经重新全面性恢复多头 你就可以留意做布局 那我老师我们在之前 整整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 也跟各位强调 你在股市 其实股市没有各位想象的那么难 你只要掌握住这三个要素 趋势 转折 跟主流 你的方向你要掌握对 你的买卖点 多转空 空转多 买卖点你掌握好 第一时间要会买会卖的一个结果 你就是赢家 主流个股一定要买对主流 我想这是第一个充分条件 你一定要买到主流个股 那相对就是说 我们在进行带给各位 不管是说像这个政绩 网通相关的一些个股 或者是我们就是说 透过这一档个股一样 强调各位 为什么要会买要会卖 买卖点真的是太重要了 包括我们在上个礼拜 6月14号 买点需要产生 我们就带进我们的会员 那政绩在6月14号 我们当天是现买现转涨停 那问题 这一天我们分享各位 一当准理10点空八分 还在黑盘 黑盘邀请各位 来共襄盛取 你跟着我们来买 当天是拉到涨停 收盘大概涨8%多 现买现转涨停 那问题隔一天 隔一天我们在9点34分 黑盘邀大概涨了 一样是创历史新高 涨了大概接近半根停板的时候 我们去采一个叫市价获利卖出 为什么要卖 又是股价创历史新高 又是报大量 报大量 当天 一样是创历史的新天量 我们做卖 高档出大量 那一买一卖 我想大概十几块钱的获利 卖完之后 我们在卖在154块钱 到礼拜四拉回 收最低 礼拜五还有小涨 到今天 今天又跌了5块半 到等于说 你只会买 不会卖的一个结果 一来一晚差多少 差几十块 差20块 我们也不过赚了十几块钱 如果说各位 你只会买 不会卖 差别就是 会把你的获利全部 又是吐光光 那吐光光 就是针对每一趟的操作 就是很不 就是我们很不乐意去看到的 一个实际上状况 因为毕竟 你要会买会卖 把获利放到口袋里面去 这才叫真正获利 那报上去 又报下来 到目前如果还没卖的话 还是倒赔 买点在142块钱 今天就存多少 剩下140块钱 超2块 我们赚这一趟 十几块钱 你没赚到 到目前倒赔2块钱 所以说 为什么买卖点这么重要 会买就叫会卖 甚至包括新胜利 当时买点在6月8号 我们全面性在当天 9点28分分享 那后续我想到上个礼拜 礼拜四 盘中早盘一度拉到快涨停 拉到快涨停 我们在当天一样 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 观众朋友们 我们的会人 我们是带着执行获利出厂 趁他拉到快涨停 我们获利出厂 卖完之后 油红翻黑 这天一天没卖差了多少 差了十几% 差了十几% 这更凸显出 为什么要会买会卖 那当天为什么要卖 一样是量的问题 当天37000多张 前一天是17000多张 等于说隔一天 这个量增加超过一倍以上 那为什么我们在拉到快涨停 我们做卖出 当天差了10% 到今天 各位看一下 新胜利今天下9% 跌了19% 一来一昂 也不过三天而已 差了差不多20%左右 请各位务必 就是要会买会卖 那你有为了说 我们这个盘中 第一时间会员讯息的提示 我想 党党轮动个股 买得漂亮 卖得更漂亮 那进行我们带给各位的这个股 我想我们前一波 1000多点的行情 IC设计 矽晶岩 电动车 我想这些个股 都带各位赚得想想开心 那像台胜科一样两趟 做了两趟 最后一趟 我们卖到 5月30号 卖到258块钱 卖完之后 今天台胜科 创低来到198 差了多少 差了60块钱 一张没买差6万 差了6万 差了6万 1.2%台胜科 甚至包括像同事 卖掉 卖在188.5 卖完之后 到今天 差了多少 差了37.5万 差了20% 弄起来 金红 184.5 卖掉 到今天剩下多少 140块钱 差了44.5万 24% 甚至包括像爱普 爱普更离谱 这当时我们卖在314.5万 314.5 到今天剩下多少 剩下235块钱 今天剩8% 差了80块钱 一张没卖差了8万 一张没卖差了8万 所以我想 就是说针对近期 我想这个阶段 我们在节目一开始 跟各位分享 我想这个 低阶的一个买点 快要做出现 那重点还是在各位 你要去买进哪一些个股 哪一些标的 无论如何 你还是要做到避开 做到避开 那针对到底 我们前面一趟 带各位 不管说像细心人 像台胜科 IC设计 像爱普 金红 各股 甚至包括像电动车同志 都带给各位 前面那一趟 创造很大的 波段的获利 那卖完之后 我想这趟指数拉回 又会是另外一趟 这个签点行情的一个实际点 那为了是我们在前面 实际性有提供给各位 这个买一送一 再加一的一个超值的活动 那是详细活动讯息 各位 你都可以直接来电 做得直接下训 好 做各位美人超顺利 我们见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 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险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控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判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 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 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 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 就是你